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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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后来呢 结婚大概两个月之后我就怀孕了 在怀孕期间婆婆照顾我我就没有工作 这个时候呢我才真正的和她相处了比较久 可不是吗 然后我就发现她的工作一般就是不超过三个月时间 然后又换工作 当时因为她对我照顾的特别好 我也不知道我就没有考虑太多 我觉得她照顾我很幸福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呀 因为我们是住在她父母家的 就靠父母贴补是吧 因为我之前有工作 然后我还有点存款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感受是 这个男人还挺体贴的是吧 是的 非常体贴 而且很浪漫 我就觉得很幸福 因为环保宝满 孩子出生之后这个小碗应该改变了 因为天口开销就大了对吧 因为后来的时候 我一直劝她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因为孩子慢慢大了会花钱 但是到我孩子两个月的时候 她都一直是属于这种状态 这个时候花钱就比较多了 然后实在没有办法 所以我两个月的时候 我就去工作去了 那你为啥不去工作 让老婆出去工作 其实我换的工作比较多 但是都是那种工资比较低的 而我的自己想法就是 一定要找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工作比较好的 那您现在找着了吗 现在我有 后来的时候 是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了 然后我这边也逼她 家里面也逼她 就觉得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顶不起家的这个重任 然后她爸爸没有办法 就是带着她一起去做生意 做生意的这个阶段呢 当时我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你做生意 然后学会长大了 因为他们家庭条件 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 妈妈特别贤惠 然后我就觉得 她可能是在父母的庇佑之下 长期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自己做生意 可能会成熟一点 但是这个生意呢 也没有做多久 大概不到两年时间 也就因为各种的借口 就不跟她爸爸一起做生意了 然后开始自己做 自己做没有做多久 这个事情就又 做什么买卖的 我们那个时候是二手房 十七八年前 对 二手房的交易 那真是最 就是起步 然后开始 是的 没抓住机 对那个时候是机会特别好的 然后跟她一起起步的 现在就上千万上亿的都有 但是她那个时候 就找各种的借口就不做了 这过去了 其实就过去了 那后来呢 没有做生意的时候 又去找了工作 也是属于 在这几个月 在那几个月 然后有一个最可笑的事情是什么 她离职了 当时她回来还跟我讲 老板就问她 你为什么要离职 其实干得还挺好的 她说因为成都太冷了 当时老板就问 你不是成都人吗 她说我是啊 你在成都几十年都待了 为什么现在就觉得冷 不想干了呢 然后她自己都还觉得 就是冷啊 我就不想在成都 成都本来就很冷 我自己的体质吧 我就喜欢那种热带的地方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 去了云南那边工作 那老婆呢 我的想法就是 我如果去了那个新地方 如果我能够在那边 你可别说云南了 就是因为她去云南这个事情 真的那一次差点就离婚了 为啥 因为她去的云南 那个工作 她认为是非常稳定的 其实我觉得 她就是为了逃避家庭的责任 因为她去的那个工作 特别轻松 但是她工资也很低 她刚刚开始给我说的是什么 她说 如果是我去了之后呢 我在那边稳定了之后 然后到时候 你们也可以来云南玩 然后我就想她走远一点 可能会有责任 有担当一些 所以她会成长 但是在这期间几年 她每一年回来一次 甚至两年回来一次 但是回来的时候 给我和孩子 家庭焦虑的特别少 然后全天就抱着那个手机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我说你为什么抱着这个 她说都是工作电话 然后每天的话 半夜半夜都在玩手机 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了怀疑 因为毕竟两三年没有回来 而且也没有赚钱回家 然后我终于我忍不住 就拿着她的手机出来看了 当我一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聊天记录 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特别是跟一个女孩子 聊天记录 每天都上百条 你说的那个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我跟他们聊是 聊工作的事情 我本来就是 但是里面的话 就提到了什么 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吃什么 然后我们到哪儿去玩 去什么地方旅游 然后最后一条问她 她说我生日的时候 你能不能赶回来 就是这一条之后 到时候我心里面 就女人的第六感嘛 然后就觉得 我觉得有问题 这个其实是个很正常的 就是我朋友挺多的 而且工作同事也挺多 我们会交流这些 这个就不要解释了吧 当时为什么没离掉 我就好奇 然后后来她又去了 去了之后 我心里面就很难受 我觉得她是不是 在外面有什么 然后我就跟她爸爸妈妈说 我说如果想要 这个家庭好的话 我说还是让她回来 后来的时候 她爸爸妈妈也就 把她交回来了 回来了 对就回来了 回了成竹子之后呢 回来了之后 然后那段时间 就比较安稳一些 但是呢工作 一直还是不是很落实嘛 后来的时候 她有一次 她特别开心 她跟我说 找了一份国外的工作 因为她的英语比较好 当时她就给我 幻想着未来 然后会怎么样 然后将来 如果在那边稳定了之后 孩子也可以过去 说实话 我又相信她了 当时她的父母 其实是不同意的 其实我现在想想 我应该听她父母的 她的父母不同意 然后我还帮助她 说服她的父母 因为她的父母 特别听我的 就觉得 就是我也比较孝顺嘛 但是当时去国外的话 要很多钱 然后她父母是不同意的 所以不会给她钱 然后当时 我就把我自己的积蓄 全部给了她 所以你把老公送出国了 对 出国这个事 我当时也是想了很久 从我自己的专业来说 我觉得还是要做 跟我喜欢的行业 所以我就选择了 关于教外语方面的 那么去了之后呢 我在那边 说实话也是个新人 我的教室的经验也不足 我就慢慢地去沉淀 就慢慢地去做 教中文是吧 对 就我还是希望她们过得好 希望 那仅是希望而已 但是你做到了些什么呢 这期间她也是没有寄钱回来的 然后那一次 她让我和女儿都过去 我挺开心的 然后过去的时候 她也挺好 就到她工作的那个国家 对 过初假的时候 她还给我们租了一个 比较好的房子 当时我 我觉得 好不容易 一家三口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在国外旅游 我觉得挺开心的 孩子也特别地愉快 然后再住半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候房东过来 他就问我 他说你们的房租还没有交期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不是已经交了吗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回来问他 他说他们那个房子 是可以15天15天地交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房东要房租了 他跟我说 没钱没法工资 那个房子挺好的 又是一个高档的住宅区 是 是挺好的 但是你在国外几年了 都好几年了 然后连个房租都没有交完 然后还让我来交房租 这个是可以分两期交的 没有那么厉害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就想 好不容易带孩子去一趟 然后我们一刻在三家 我看他和孩子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那种感觉特别好 因为我的家庭 小时候妈妈死得比较早 然后我就想要 这种感觉持续下去 所以这些我觉得 钱方面都是小事情 只要大家在一起 比较开心快乐 就没问题 所以我把钱也交了 后边包括我们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都是我付的这个钱 但是我当时 我心里面就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号 就是你在国外的一些 钱去哪了 是吧 对 然后回来 我就长了一个心眼 然后我就 跟他联系得多一些 我就会跟他打视频 但是发现 有时候 要么就是挂断 要么就是第二天 给我回过来 有时候甚至的话 就是还有点不赖翻 但有一次 我就开了视频 发现他在海边 无意当中 我晃着旁边 就有一个女孩子 后来我跟他发微信 我就问他 我说那个女孩子是谁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是他们同事 一起出去旅游的 然后我就去发现 他的那个 口口空间的时候 就同样一个女孩子 出现了很多次 而且最重要 是他去了不同的国家 还回来一趟中国 我都不知道 其实我那个时候 学校是让我来负责拍照 所以我拍的 可能比较多一点 你看到那个 不是你想象的 这不重要 那你为什么回国 都不来看老婆孩子 我其实回来的时候 我们是因为要办签证 路过 那为什么不回家 你是大鱼吗 你要治水吗 你三个家门而不入吗 因为 你不想闺女吗 你不想老婆可以 你不想父母吗 最关键是你时间紧 你可以打电话说 你把宝宝带来 我回国了 我们在国内见一面 这个说不过去吧 这件事结束了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了 心里面当时我就觉得 我没有必要再跟他 过在一起了 然后我就跟他妈妈 说了这件事情 然后呢 就跟我回国呗 对就让他回国 然后回国最重要的事情 我跟他说了 让他回国 他跟我说 他没有回国的机票钱 我确实那个时候没钱 因为那个开销也挺大的 那在那边要吃 要穿 还要去租房子 我后来是找我哥哥 把机票钱给我打过来 不是 你在国外待了几年啊 待了四年 你在学校里面干对吧 因为我是每一年 都换了一个机构的 为什么每年都换 他有些机构 他那个工资不高 我是最后换的一家 是比较好的 那比较好的钱呢 但是后来 那个学校后来出问题了 行 等人生物分文 人回来就行吧 然后回来了之后 我们就谈 关于离婚的事情 嗯 然后这个时候 他的父母就求我 就是说 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但是我用心软了 让我给他一次机会 然后他也跟我说 让我给他一次机会 我回来的那一天 我就跟他打电话 我说这次再不走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真的在家里面 好好的过 那后来为啥离呢 我后来就找了个好的工作 那个工作就是 做兼职嘛 因为我刚回来 我还是联系以前的 那些业务 外语方面的 就是一个月 可能有两三千吧 也能够维持 这个家庭的收入了 在哪年 一个月收入两三千 也就是在六年前吧 可能六七年前 六年前 七八年前 对 这个时候呢 然后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就搬出去住 因为我们结婚的 是买了一个房子的 然后我们就搬出去住了 其实那半年 那快一年的时间 我们生活的 都还是可以的 因为他和女儿的 关系特别好 他特别哄女儿开心 女儿特别喜欢 跟他一起玩 作为一个母亲 你能看到 就是三口之家 他和爸爸在一起 那种幸福的日子 你什么都可以忍呢 就什么都是可以过去的 后来在一年的时间 我另一段时间 我就发现他 天天看手机 晚上的时候 是不睡觉的 大概我起床了 他在睡觉 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后来我发现 他在看直播 再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发现 他的手机 一直在不停地响 他不接电话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问他是为什么 但是他只是叹气 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 他跟我说 咱们把房子卖了吧 对他 但是我很奇怪 我跟你想法是一样的 我说为什么要卖房子 我说咱们就这个房子 就这个家了 如果卖了的话 我们这个家就散了 但是他就不说话 因为那个时候 我回来之后 我虽然说那个两三千 我后来想了一下 可能也不够 于是我就想 能不能做一些新的行业 当时那个直播刚刚开始 我是当时比较早 早的一批 他们就说呢 你如果 如果给一些大主播刷礼物 那么同时你的那个 等级就会越来越高 就是互相的嘛 他就刷礼物 刷了几十万 然后我就找了很多朋友 就借了一点钱 借了一点资金 然后在里面刷 他一天晚上可以刷好几万出去 然后因为 因为债主已经上门了 没有办法了 然后后来的时候 他跟我说卖房子 当时我说 那咱们这段婚姻也就结束了 在之后 然后我就给女儿搬出去 我出去租房子住了 然后他就回他父母家住了 我现在最近找了一个 一个固定的工作 然后一个月也有几千块钱 那么这几年我也在还 就是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吧 也不多 就很快就会完完了 不是 你还想复婚啊 我们离婚了几年之后 然后因为女儿一直跟我在一起 然后因为我又要工作 又要照顾女儿 因为女儿是初三 然后又是 接着又是高中高考 那为什么爹 爹不是跟他关系好照顾啊 离了婚 还是带闺女儿照顾了吗 没有照顾 那为啥不照顾 你不是跟闺女儿关系好吗 他们搬出去住了 因为当时我离婚的是一个 当时我不准你 他进我的家门一步 他也履行了这个职务 这男人的心根本就不在这个家里吗 这怎么还在那儿骗自己呢 我犹豫肯定是有原因的 犹豫 就是可能站在第三方来看 就觉得我好像就是 就太过于宠爱他了 你爱他 但是因为妈妈去世早 后来的时候 我是一个人在老家 然后再加上 后来出来工作的时候 就是居无地所 到处租房子工作打工 然后我觉得是他给了我一个家 所以我特别珍惜这个家庭 他给你什么家了 然后后来还有一件事情 可能是感触最深的 因为现在女儿已经18岁了 然后我就在想 如果是到时候 他谈婚弄嫁的时候 如果别人说的是你一家庭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可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跟他父母 还要往来吗这四年 所以说 你舍不得他杀他父母呗 因为我从来没有 体会到那种我爱 他妈妈对我特别好 那你认他妈为干妈 不就完了吗 他妈是因为他觉得 我的儿子对不起你 哎呀我真是 我真是有些听不下去了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跟你复婚吗 不是因为他心里还有你 对你有感情 他心里一直没有你 从来没有对你有感情 但是还要跟你复婚 是因为他现在实在找不到 像你这样的 什么事都不管他 无条件地信任他 又出钱又出力 还什么都不图的女人了 我相信你每天在照顾 他的父母 虽然已经离婚了 虽然已经是前公婆 但是你的前公婆 给你传递的一定是 哎呀我们家那个儿子啊 他心里还是有你的 他只不过年轻的时候 不懂事 他现在成熟了 后悔了 还是心里最爱的是你 你就是对这段婚姻 已经完全扭曲了你的认知 所以我真的希望你真的 跟他的这个家庭 要适当地远离 我再猜测一下 大姐为什么还有 跟他复婚的念头 真的不是说跟这个什么 女儿要不要结婚 有关系 我觉得没多大关系 你知道你想跟他复婚 就是因为这段婚姻 对你伤害太大了 有些人是因为受到了伤害 所以要离开 那也有些人是因为 受到了伤害太多了 所以离不开 不就是所谓的沉默成本吗 我投入了那么多 我都没有换回公平的 同等的对待 我就是不甘心 我觉得他现在 如果我再跟他重新开始的话 我跟他离过婚 我能够拿住他了 然后他能够弥补 我过往的遗憾 但是你做不到的 其实你要想想 这个男人不是没有温情 只不过他没有把温情给你 他不是不会说好听的话 他只不过把好听的话 都说给了别人 你就算是在跟他复婚了 想到过往 这个男人对你的 一次一次的伤害 想到那一副一副的画面 你心能静下来吗 今天大姐来到这个现场 说一说自己 这二十年的经历 受的伤害 哭一哭 发泄发泄 就当做是一次情绪的解压 然后走出去 然后该怎么生活 怎么生活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不要再管他了 如果这个时候 四十多岁的女人 还没有决断力 那你后半辈子 可就是苦难了 男生你做错了什么 你有没有跟他坦诚地说过 你做错什么了 平时没有把心放在家里面 说得这么委婉啊 你跟他说你的心放在哪里了吗 你跟他交代你做了什么事了吗 没有赚了很多 别差话题 你跟他说了你做过什么 对不起他的事了吗 说了 什么事 这么几年没有对他的照顾 你还在掩藏 你还在隐瞒 你还在躲 那你为什么要和他复婚呢 要坦白 坦白才能说明你认识到错误了 但至始至终 我们没有看到你一丝悔改之意 你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你知道给别人过生日 你知道去海边旅游 你知道给人打赏 博得人家对你的 又谢谢大哥 但是你唯一不知道 就是怎么爱这个女人 你心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女人 我相信你的父母 无数次在让你要爱这个女人 你的父母最了解你了 张川老师跟他说的 非常好的一句话 问这个女生说 如果你告诉他的父母说 你不做他们儿媳妇了 永远不可能 他还对你好吗 绝对不会 事到如今你还在骗自己 你就是因为对自己 没有原则底线 没有要求 别人才看不起你呢 现在他还敢来到这个舞台上 说我们复婚吧 可他压根不说自己的错误 只是避重就轻 还骗吗 你们一起 他们都在骗你 你是在骗自己啊 清醒点吧 好不好 就这样 听到你这个事的时候 我有三个绝望的点 第一个绝望的点 是他说要去云纳 然后你欢天喜地地 给他打包裹的时候 第二个绝望的点 是他跑回来办签证 父母不要 女儿不看 第三个绝望点 就是刚才在说到 他给那个主播刷礼物的时候 有了这三个绝望点 我们觉得这个整个状态里面 有问题的人就已经不是他 而是你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事 我公司有只猫 我们那只猫吧 特别不听话 特别不怪 老往外跑 老往外跑 每次往外跑 最长的时候 可能一两天才能把他找到 每次给他找回来 哎呀 全公司都围着他 蓄寒问暖啊 哎呀 你受苦了没有啊 是不是瘦了呀 然后给他洗澡 给他洗澡的过程中 那猫还挠人 一挠一挠 一挠一挠 我要琢磨这个事 他是不是跟你很像 他是不是在你眼里 就是那只猫 你说那只猫 他付出了什么情感联系吗 他没有 他只是一次次往外跑 他回来之后 也没有对人 有任何的依赖 就是不断地在挠人 为什么你会 不停地原谅他 为什么你总觉得 他发生了改变 因为你的内心的情感之中 有太多太多的爱 要溢出去 要去包裹别人 结果是什么 你树立了一个 非常坏的榜样 这个坏的榜样 是在你女儿面前树立的 让你女儿认为 这样的男人 居然是一个家庭 可以包容的 所以我现在问你 你女儿已经18岁了 你女儿到21岁 22岁的时候 他嫁给一个这样的人 你愿不愿意 那你为什么 要给女儿树立一个 这样的榜样呢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还要 跟这样的人复婚呢 让你女儿看到 这样的人 就是可以一次一次 被包容的 就这样 我们没有权利 阻止你们复不复婚 我们的权利 就是把我们看到的 真相告诉你 闺女儿是亲生的吧 对 咱就为了 自己亲生的闺女儿 放过他们母女俩 行不行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这么多年 我一直心里面 还是有愧疚的 我也想跟你说对不起 我在最后 我在以后的岁月里面 我真的会对你和孩子 尽我最大的责任 去保护你们 不管我的收入多少 但是我还是希望 就是能够 把以前的那些过失给 弥补了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而且能够跟我一起 我们再重新的 好好的生活 如果你要良知 你就把女儿 今后的生活 多照顾一下吧 给她做个榜样 这可以了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爱奇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陆抖音搜索爱情保卫站的 官方抖音号 并添加关注 我们会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开通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 与大家互动 解答您的情感困惑 更有机会和他们 进行连麦的交流 来吧 预测一下结局吧 男的肯定是出的 我希望女的别出 这只是我的希望 我希望 这位姐姐就不要出来 但是我估计她是会出来 从女的最后的话 听起来应该是不会出来了 男的还是要执着地出来 我觉得两个人 都不会出来吧 尤其这位先生嘛 如果他还要点面子的话 应该不会再出来了 来 我们来看看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 开门 既然我感动不了你 我就放过我自己 与你的骄傲和谎言 这四年期间 给过孩子钱吗 比较少没有 这四年期间 尽心去照过他们 母女俩的生活吗 没有 既然都没有凭什么 你就敢来呢 我觉得我还是挺对不起他们的 我承认是我的 以前我做了很多措施 所以我还是有这个希望 以后能够弥补我的过失 那你就去弥补吧 好吧 就是不要再介入他们的生活 因为弥补的方式有很多嘛 对吧 默默守候也是一种 好吗 对 谢谢您请回 就当他出来的那一瞬间 内心里面仅存的 那一点点的希望 也就灭掉了 因为但凡真有良知的人 真没有脸 再从那个门里跨出来 大概心里想的是 从今天开始 离开这个现场 我怎么踏实的 去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然后努力的 去默默地守候 曾经对不起的那个女人 和已经对不起的女儿吧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 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她做事非常不靠谱 让我感觉非常没有安全感 她总是不理解 我对她的好 她不知道为了她 我也牺牲了很多 她真的是太懒多了 我从来没见过 像她那么懒的人 她对我总是很敷衍 一吵架就不理我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王21岁 来自黑龙江 自由职业 小桑21岁 来自黑龙江 学生 欢迎两位 这是你的 男朋友 前面加一个定语 修饰一下 你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 懒惰的男朋友 她有多懒姑娘 我感觉我跟她出了一下 两年了 我就像是她的保姆 她的衣食住行 生活体聚都得是由我来照顾 就甚至到什么地步 就我没办法想象 我没跟她出了一下之前 这个人是怎么活的 那你说说你都为她做了一些什么 从来都不做家务 什么事都丢给我一个人做 就有一次我生气 你为什么事生气了 就是因为她懒 一天天就躺在床上 家都是我自己收拾的 她吃饭得自己吃吧 吃饭那都是 我把饭做好了 她吃 晚安她也不喜 不用你喂她吧 喂倒是不用喂 我说这样 咱俩规划一下 我先收拾厨房 你先收拾卧室 我收拾厨房 收拾一半 我听屋里咋没声呢 我进去一看 这人在床上躺着 然后我又问她 我说我不让你收拾屋子吗 你怎么躺上了呢 这个人就跟我 啊 那我不洗衣服了吗 那我就看洗衣机 在那里光光转 她在床上一躺 那洗衣机洗衣服 也累不着她 就好像 这屋子里其他活 就跟她没什么关系了 然后还有 她这个个人卫生 也挺不注意的 经常不洗头 头和油油的 就在她工作的地方 她老板 有一天看她洗头了 都得破天荒 哎呦 你今天洗头了 然后还有她 那个袜子 衣服裤都不洗 每次都是跟我喊 哎呀 我没衣服穿了 我没裤子穿了 我袜子没有了 那你没有了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 你自己洗啊 她不洗 包括她那个脚啊 她宁可光着脚去穿鞋 她也不说 她要去洗她的袜子 还每次的 我给她手洗 她那个袜子 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 她让我收拾屋子嘛 我就把地脱了 地扫了 就是桌都收拾了 那洗衣机都洗东西 我也不用在这 陪着洗衣机一块洗啊 我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一些男性 确实是家务做的 不是特别好 他是属于不好 还是不做 根本就不做 那他在工作当中怎么样 工作那更是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他之前在他朋友那里工作 他朋友都投诉到我这里来了 说他这一天也不行啊 一天就往那一待 什么都不干 然后懒懒散散的 我俩出了一下两年了 他换了能有五六份工作 不是嫌这个工作太累 就嫌那工资太少 从来都没有稳定的时候 是这样吗 不算是吗 那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就是一个工作 我不满意 就是我觉得他的收入 跟我付出辛苦 不会正比 而且我不热爱这个工作 我觉得 不是你想找啥样的工作 五六份工作了 你什么活没干过呀 餐饮也干过 什么快递债也干过 什么就算你喜欢玩游戏 你连游戏类的行业工作 你也干过 就什么工作你能相忠呢 就换了五六份了 到现在没有相忠呢 没有 就觉得没有合适你的 那游戏 就是打游戏的工作 是我爱玩游戏 那工作我挺满意的 但你当时不说 那工作就是 我老回家太晚了吗 那不是因为 你有把那工作推掉了吗 我是上大学 我每天早上起早上学 他半夜半夜回来 弄得我半夜 我都神经衰弱 动不动我就睡不好觉 我想他找一份正常的工作 就吃点苦 累一点有啥的呀 游戏工作是什么工作 网吧的网管 干过快递呀 嗯对 干了多久啊 一个月 累不下来了 他那一个月的快递 就有一半的活 都是我帮他干的 啥意思 我白天上学 中午回一回家之后 给他做好饭 给他 因为那快递站 就过我家小区里 中午做好饭 给他送过去 下午就一直陪着他 帮他干活 就是什么分检快递呀 给人家送快递呀 啥活我都得帮他干 他有时候看我干 干的活 他就往那里做 他也不管 也不动他 我天天在那干活 就是天天给他干这些活 天天 我这连轴转 就没有休息的时候 就周末 我做家务 上午做家务 下午还得过来给他帮忙 他就是挺心安理得的 后来我实在是挺生气的 我就说你把这工作换了吧 你这两年期间找到过 一份你满意的工作吗 有吗 你也找到过 什么工作呢 网管这个 后来为什么不干了 就是网管这个 就是因为我回家太晚了 回家晚了 对 他不愿意 就后来就不干了 他不愿意你就不干 人家不愿意吗 就是说影响他学习吗 这小子除了懒还有别的吗 做事利作吗 能靠得住吗 拖泥带水根本就靠不住 就我在外地上学嘛 当时是从黑龙江要到沈阳 第二天要坐火车 就火车本来票都买好了 第二天就要上车了 他半夜跟人家喝酒去了 那喝到最后喝到不醒人 是让人家扛回来的 到了第二天火车也没坐上 你是不想陪他去啊 还是怎么着啊 没有啊 那我朋友也不是天天都过生日 我们很要好的朋友 好不容易过自生日嘛 然后就多喝点 多晚一点嘛 那他怎么办呢 第二天是没起来 那不后来也来了嘛 陪他一块去了嘛 行吧 您这责任心呢 还有啥姑娘 还有就是他一点都不体贴 就是两个人谈恋爱嘛 那女孩子总是希望 男方能多照顾照顾自己 体贴体贴我 就恋爱这种 就吃虾 扒虾这种小事 从来都是我给他扒虾 我要不给他扒 他就跟他挺着 他等着 你是不是给他扒虾的时候特快乐 到没说特快乐 我觉得你快乐 要不然不会做的 一个人做事做的 不快乐怎么会坚持做呢 我要不给他扒 他不吃 他给他等着我 然后就有一次 我就挺难受的那天 然后我就想吃虾 我说我想吃虾 你给我买呗 他答应的挺痛快 然后把虾买回来 往桌子上一撇 人往沙发上一躺 过来指使我 说你来帮我把虾扒了 我说行 他这不是说好了 我想吃虾吗 为啥不是你给我扒 为啥是我给你扒虾呀 指使我 还指使得体理所应的 男生你有爱好吗 打游戏算吗 你觉得算吗 看书打游戏 我也就这点爱好了 他打游戏战略的时间长吗 长非常长 你有意见吗 有 就是他有的时候吧 就为了打游戏 他能工作去请假 就是我明天工作请假 我今天晚上想去打游戏 打一宿 这样我明天起不来 然后就工作就请假了 还有小狗俩一有点时间 我想休息 他就想打游戏 他一打游戏 我还得陪着他 就陪着他一起玩 然后就经常就会耽误 各种各样的事 所以这么听起来 这小子其实不是懒 他只是对自己没有兴趣的 或者不感兴趣的东西懒 是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还喜欢看书是吗 嗯 对 他喜欢看什么书 你知道吗 不太了解 他一般就天天绷着个手机 我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书 那为什么你不跟他聊呢 你不是在谈恋爱吗 他在看书 你为什么都不知道呢 那有的时候他看书 我跟他说话 他也不搭理我呀 你今天大几啊 大四了 有什么打算 我未来是想去大城市 想去南方一些有发展的城市 但是他就想在小城市 就觉得小城市挺好的 他不想去大城市那种地方打平 他觉得那种地方累 他要去了大城市你跟去吗 我觉得应该现在小城市发展两年 因为我入社会是比较早的 就是他现在是学生嘛 他也没接触过社会 我也去过这种大城市发展 我觉得他应该现在小城市发展两年 看一眼就是有对自己的未来有个定向 然后再想去大城市 你对未来的定向是什么孩子 没什么定向的 没有是吧 未来打算怎么活着 找一份工作就那么活着呗 什么样的工作 我喜欢的 然后 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作 就关于游戏方面的吧 我想知道你们怎么认识的 很好奇 通过朋友认识的 你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动画的 这个男生什么地方吸引你了 刚开始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他这个人挺有意思 很幽默 跟他在一块吧 玩的时候玩得很开心 因为一开始出对他恋爱也没想太多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开心就挺好 但是接下来出了两年了 以后要是真的想过日子 不可能就说开心就能把日子过下去 你确定他幽默吗 刚认识的时候还是挺幽默的 你对幽默的理解是什么 没人风趣 然后谈吐什么的都 他有谈吐吗 就我俩认识 就是朋友介绍嘛 我俩其实就感觉挺合得来的 我也挺喜欢他的 然后后来就 你喜欢他我不意外 有人天天给我包虾 给我洗东西 我当然没问题啊 我是很喜欢的 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 怎么跟你待了两年 就变得连话都不敢说了 你没想过吗 有的时候风趣反正就是也没用在正地方 就比如说我正在因为某一件事训斥他的事 说白了就是他喜欢臭豆瓶呗 对 你正在训斥他 然后他呢 就开始跟我开玩笑 然后就好多事情就导致说一半不了了之了 他都给我整笑了 你说我还能说他啥呀 是是 一般什么人对什么人用训斥这个词啊 我求教一下 就是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 我就越来越觉得我像他的保姆 不像他的女朋友 保姆还敢训斥主人呢 大概这个词在我们的理解里面 长辈对晚辈 妈妈训斥一下儿子 你跟恋爱谈得累不累我问你 累 很累 那为什么不分开 怎么说呢 每次我一跟他提他就想让我留下来 然后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留下来 他跟我道歉 然后说不是什么毛病都能一时间改回来的 让我给他时间 他会慢慢改 我问问啊 你有什么毛病 你觉得 懒 哦懒 贪玩 就是不愿意做家务 不修蝙蝠 不做家务不修蝙蝠 还有呢 行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些毛病改了 我也在努力的在改变 也不是说一场 你为了俺做了哪些努力的改变 就是现在我也会自己洗衣服啊 而且我在减少我的游戏时间 就是我可以就是不玩游戏 你在没认识他之前是怎么活的 我也特别好奇 没人说我跟他谈了两年恋爱 我突然觉得他在没认识我之前他是怎么活的呢 谁在照顾你的日常 我妈 哦 所有的事都妈妈管是吧 嗯 你不是说你出社会早吗 那你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 就像服务员啊 网管啊之类的 就都做过 你在读一些什么书 就是一些 像 狼图 唐图 佐尔之类的书 唉 这是你爱的男人 他说让我给他时间 他说他一定会长大 他之前给我许诺 他说他半年一定会做出来改变 我把半年的时间延长到了一年 但是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变 就他还是什么样 就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就让我非常失望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其实就是挺想让他看明白 就是因为我每次说他的时候 他都会就跟他谈论这些事情 他都会嬉皮笑脸的带过 你是想让四位老师帮助你来教育教育他 是吧 对 那我们就理解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我总结一下这个男生 现在对这段关系的心态啊 懒是因为觉得没意思 不上心是因为不害怕失去 既不上心又不愿意放手 是因为现在还没有遇到更好的 也许你不愿意承认啊 但是我觉得这三句话 特别能总结你目前对这段关系的状态 听完你们两个人所有的故事之后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最大的问题是 这段感情没有任何的感情上的连接 比如说有些人有共同的爱好 有些人有共同的话题 有些人有对未来共同的目标和憧憬 你们全都没有 你们的所有的连接都是一些生活琐事上的 比如说女孩子给她剥虾 给她洗袜子 然后给她做生活上的琐事 除此之外 你们没有任何的关于恋爱状态的那种交流 一次都没有 这是一段恋爱吗 我觉得不是啊 可能更形象的来描述 男生对女生就是一个室友 那你对她呢 既像是一个妈妈 又像是一个保姆 所以我很不理解的是 女孩子 你现在是一个大四的学生 在我的认识当中 我觉得一个学生就应该好好住在学校里 然后每天安心地学习 晚上的时候上晚自习 周末的时候谈了恋爱 可以跟男朋友出来 看电影逛街吃饭 这叫谈恋爱 你失去了一段真正的恋爱的状态 所以你现在啊 就是两年的时间 经历过这些了 赶紧回头 然后我不论你现在再搬回学校里 还是跟 因为你马上毕业了嘛 还是跟其他的这个同学一块在合租找工作 不论是怎样 不要再跟他住在一起了 因为你现在所有的付出 在他眼里觉得理所当然 没有任何的价值 我们可以付出 但是首先 这个人要认可我们的付出 他起码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如果这个人连一点点感恩都没有了 你一定要停止自己的付出 不要再去投入了 赶紧分开 21岁 人生才开始 我也在想他们俩为什么在一起 我想明白一点 他们俩都懒 你是懒得做 你是懒得想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 也许他有某一方面打动了你 谈吐也好 表现那种状态也好 好的 你想去改变他 是不是 但是你没有 你没有想到真正改变他的方法是什么 真正能够改变他的 就是当他觉得痛了 他才可能自己去改变 也就是说如果有两个女人离开他 他就会改变 一个是他妈又是你 他离开他会痛吗 你觉得 如果他觉得没有人给他包瞎了 没有跟他做家伙了 他累了 他痛了 他就得要改了 要不然他就去找他妈去了 所以原地踏步 两个女人同时在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改 而且还有 你懒在哪儿 你懒在不会去思考 他工作不行就帮他去做 他不去做那个分检的那事 就你去帮他做这事就解决了 当你去训斥他的时候 他一个嬉皮下来 你就逗笑了 你就不知道自己当时要为什么训斥他了 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惹到你生气了 你笑了 你是一个懒得动脑筋的人哦 你千万不要懒得去思考 然后被他带偏了 他说了 你应该啊 现在小城市发展 两年之后 找到这定位之后 再去大城市 千万千万不要听哦 我们都说刚要毕业的学生 一定要去更广的天空 更好的这个城市市场去发展 将来不能还没奋斗的就退了 他不去想未来 他没有规划 他的规划就是 只要能好玩的 别来打架我 只要我能有口饭吃 反正他不为自己负责 赶紧离开他好不好 如果你没有能力去改变他的话 就离开他 救了他 也救了自己 就这样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他为什么还会有人爱他 第二个是 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啊 试着回答一下 首先第一个 女性的爱啊 它有两种 第一种叫审美之爱 第二种叫护弱之爱 你现在是启动了第二种爱 叫护弱之爱 你把它看成了一个 真正弱小的 这么一个生命体 然后你竭尽全力去保护它 因为你觉得 你所有的这些宠溺 都是一种爱的表现 爱的体现 好 但是 另一个角度 你又觉得 我在谈一段恋爱 那我就告诉你 一件真相和事实 就是宠溺是不对等的 当你对一个人宠溺的时候 这个人一定不会宠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这个技能 一个长时间被人宠溺的人 请问他怎么去训练自己 宠别人的技能呢 你所有的护弱之爱 到最后都一定是你的 单方面的付出 所以你现在根本不是 你想象中那种谈恋爱 你是在养育 一只流浪猫和流浪狗 你就从野外捡了一只流浪狗回来 然后你好好的对待它 每天的去喂养它 不想让它去遭受更多的伤害 这个爱是你的想要的未来吗 不是 所以你想要去找一个 你可以依靠东西吗 依靠的人吗 赵川老师一直在问你 为什么爱上他 他其实就想告诉你 你为什么不打开自己的审美呢 你和他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完全肆意地 让自己的母爱 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流转 这就是你的爱的真相 第二个 就关于你 第一个 他不相信美好的事情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不相信我 我会遇到好事情 第二个 他不相信 努力可以发生变化 就我努力也是没有用的 我相信你一定是有 原生家庭问题的 但我最近一直保持一个观点 我们遇到原生家庭问题 就解决原生家庭问题 千万不要躺在原生家庭的问题上面 然后怨天尤人 最后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美好的事情 需要你伸手去拿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人 已经证明了 努力他就是可以改变结果的 但是如果你就地躺下的话 对你来说当然无所谓 但你不要拖累别人 永远都是这样 你千万不要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美好 但没有一样东西属于我的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 说我去争取一些什么 所以当你永远看到当下的时候 你就真的没有未来 当你不再期待未来的时候 你当下当然也不可能 向前迈出一步 要不要躺平21岁 你再想一想就这样 在你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你说他是懒 他不是懒 他叫差 宠坏了的孩子都会差 差在哪呢 卫生习惯差 一个人能够脏乱 差到不洗脚还不洗袋子 还得要女朋友来帮着洗袋子 卫生条件这么差 而且连点基础的自尊心也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差 能力差 因为能力差 所以工作不好好干啊 因为能力差 所以闲了无事的时候 也没有别的更加 让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了吧 打发时间也就是看看小说 打打游戏了 他打发时间的方式甚至都不是 您连他的消遣都不是 你只是他的老妈子 假如他说 我打发时间的方式是跟女朋友逗逗玩玩 跟女朋友去郊外踏个亲 跟女朋友一起玩 亲亲抱抱举高高 跟女朋友一起做饭做菜 然后让女朋友喂我吃 我们两个人小琴小调的也可以啊 然而他的所有的休闲娱乐里头都没有你 因为你得忙着做饭 你得伺候他 没让你喂都已经是他对你的仁次了 而你也挺有意思 你站在这儿 你真的很像老妈子 就是包括你整个的这一个状况啊 就是那一种感觉 你要说是个妈吧 他不像 他真的就是有一点 又像姥姥 又像奶奶 又像家里头 不知是干嘛的 每天围着锅炉转的那样的一位女性 你要真的那么有母爱啊 将来找一个可靠的男人 生一个孩子 咱能好好宠那孩子 对那孩子好 但也别宠废了 废了就这样的 长得挺好看的一姑娘 但是你花在自己身上的时间太少了 所以哪怕是连上舞台来 你都懒得食到自己 仿佛这一副样子 就是真的是随时下场了 我就得给他煮点开水 冲碗泡面 端给他 你饿了吧 吃 咱不要活成这个样子 我也不想说你们俩的爱情了 在我看来毫无爱情可言 他就是以爱情之名找了一个老妈子 而你要不要接着再做这样的一个角色 您自己看着办吧 我断言 他走了 你不会特别难过 你也觉得这件事稀松平常 就这么回事 如果难过的话 分分钟你也就会把这个人忘掉 因为你没有面对生活的这种勇气 因为他对我真的很重要 因为他对我真的很重要 当然了 替你洗袜子多重要 这个当然很重要了 但是你没有争取啊 你连大声的反驳你都不敢 你不是不敢 你是懒的 他对你怎么重要 你能告诉我们吗 他对你的重要是什么 你能大声的说出来吗 我不觉得他是要看书的一个人啊 狼独腾你读过吗 读过呀 你在哪年看的呀 像老之前了 对呀 显然近期你没有看书嘛 所以这个一说就知道嘛 因为他既不流行也不畅销了 现在 那是曾经流行和曾经的畅销嘛 所以你不是爱看书嘛 你的生命里现在最重要的是游戏吧 对 你大声说嘛 对还是不对吗 对 怎么样嘛 打的 打得不好 就好奇怪 又喜欢为什么打得不好呢 因为我喜欢 我只是 喜欢玩它 所以啊 一定要打得好 所以啊 喜欢为什么还不做好 那那些生活强制给你的 不喜欢的 必须要去接受的 你可怎么办呀 小朋友 听见这个话没有 他对游戏的态度 就是他现在对人生的态度 我喜欢 我为什么要做好 我喜欢你啊 没错 你是喜欢他吧 嗯 没错吧 他对你很重要 对吧 对 但是 那我为什么要做好这件事呢 我为什么要把喜欢这件事做好 我仅仅是喜欢而已 这就是你们现在情感的真实现状 你看得到吗 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嘛 这就是你面对人生的状态嘛 你这不行啊 这么年轻 真的不能躺下 哎 先别谈恋爱了 谈什么恋爱啊 先过过自己的人生 好不好 好 不要去拯救 你先拯救自己行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就我知道我是之前做的不够好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也是把我带出黑暗的那个人 就我也在改啊 就是我也在改 虽然就是说还是会有一些毛病 但是我也是一直在改的 我愿意为你做出改变啊 不要就分开 这么久时间以来 说真的两年了 不多也不多少 我一直都以这种方式过来 真的也挺累的 说真的 你之前就跟我说会改 但是一年时间我也没看到你改的地方 就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挺挺难过的 谢谢两位啊 请回 各位妈妈们啊 各位爸爸们 闺女儿的富养不是啥给钱 是让她们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 儿子的穷养 说白了不是不给钱 而是让男孩经受逆境的考验 真别惯了 真别宠了 就今天这个出动太大了 来吧预测结果吧 我觉得女孩不会出来了 哎呀 她要能觉醒就太好了 男生会不会也懒得出来了 她觉得困难太多了 双不出 那还是男生能出来一下好吧 我觉得也是双不出 因为对这个男生来说 就失去一样东西只是证明了她的逻辑 你知道吗 来米娜老师 哎呀 双不出吧 我觉得她懒得出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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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站立起来的话 价值更大吧 你还有什么要跟姑娘说的吗 对 真的就是一直在改变我自己 就 当我变得更好的吧 可我也觉得现在自己不够好 行吧 你加油 好吗 加油 谢谢你 秦辉 祝这两个年轻人啊 以今天为新起点 找到他们更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